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Kevin,我们又见面了,我们准备开始要改代码了 好,我们第一步呢,还是看看这个HTML文件啊,我们先改HTML 这个很简单了,我们先把这个标题改了啊 咱们这个叫Meteer-101-CAMERA这个程序啊,咱们叫这个名字 Welcome to Meteer-101,没问题 这个都好看懂啊,这有一个东西可能大家有点迷惑,这大过号什么意思 这大过号大过号,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handlebar的一个,一个相当于一个标题在这儿 它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来加载一个叫hello的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在这儿 实际上在运行时候呢,这个东西会被插入到这个位置 关于这个模板呢,我们后面会有专题的介绍 我们在这里简单的知道它这个代替模板的功能就可以了 好了,hello world是这个地方,是hello,然后这个按钮叫click me 那我们应该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咱们中国的习惯啊,咱们照片照相的时候就要笑一下 就要说一个叫茄子 好嘞,我们就把茄子搁在这儿啊,这个茄子搁在这儿 这个后面这个counter我们不需要啊,这个跟我们工作没有关系 那下面这个地方呢,我们留下来啊,一会儿我们会装照片在这儿 先先空出这个位置,先不管它 好,HTML就改就完毕了,我们存一下啊 马上看,师傅就改了,我们的那个模拟计划就要在这儿 哎,看,已经搬上茄子了,内容也就变了 好的,这个按钮,哎,好,点什么也不干,正常,是我们的需求 然后呢,我们下面就改,就要修改这个,我们点这个按钮来干什么啊 这是在GeroScript文件里边,刚才我提到了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用CoffeeScript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用CoffeeScript 所以我要把这个GS文件改成这个CoffeeScript的文件 先删除一些我不需要的代码 比如server代码我是用不着的 这个Counter,这个技术器也是不需要的 这个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呢,我把它修改成CoffeeScript代码 CoffeeScript的特点就是说要简单很多 使用的代码的量要远远小于这个用GeroScript来写代码 你比如同样这个功能啊 我先用CoffeeScript把它重写一下 大家看是什么样子 我先不加任何功能啊 只是说把它改写一下 这就可以了 当然还得改文件名啊 这个不能叫GS了 这个GS编辑不通过的 我们必须把它改名成为Coffee Demo不变 好,这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改写成Coffee的代码 你看这也不需要那个大括号小括号中括号都不需要了 然后Function也不需要了 就是用简头来代替的啊 关于JavaScript,CoffeeScript 我们如果有时间呢 我建议大家来看这个网站 可以很快的学一下 CoffeeScript.org 放大一下 这个网站CoffeeScript.org 这是很好的一个CoffeeScript的入门网站 大家看一下 可能有十几分钟 这边是原来的CoffeeScript 这边是编译以后的JavaScript 你看这个代码的量 这边的一句话 这可以写上十几行 而且不光是为了减少这个代码量 更重要的是呢 能够降低你出错的可能性 好,CoffeeScript不先不多讲 我们节约时间 还是说我们这个clickbutton要干什么 我们clickbutton实际上就是让大家照相 对不对 我们按一下按钮 我们应该跳起来一个照相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个照相的功能呢 我们就使用刚才我们刚装的那个plugin 那个plugin是照相机的plugin 它的功能我们把它拿过来 放这儿来 就是这个meteor camera 就是刚才那个class 这个照相机的那个plugin 然后我们getpicture 参数没有 option是空的 然后我们的回调函数 copy函数 是error和result 如果是error 我们显示的错误 如果是没有error的话 OK 我们就把它写到一个数据库里边 我们数据库里来存一个这张照片 因为我们最后要跟别人分享嘛 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数据库的 这个数据库叫mycollection mycoll 我们现在还没有定义啊 我们马上一分钟以后就去定义它 先放到这儿 这个功能是我们告诉说 你照了几张照片的 如果你照了一张 我就允许你删一张 如果你没照 我就不允许你删 我们现在先把它去掉 这是一个额外的功能 我们先去掉它 把它做得更加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这张代码 我们如果照了像 如果照相代码 如果运行的好成功 我们得到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r r是我们这个照相的这个 这个picture 用base64的方式变成一个string了 变成一个字串了 我得到了以后呢 如果没有错误 我们就把它写进这个collection 就是数据库里边增加一套记录 记录一起有两个字段 这个第一个字段叫time 是我们什么时候摁的这个照片 照相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pict 这个字段 它的内容就是这个r 好了 现在我们得给这个mackcollection 给它建立起来了 要么等我们编译通过不了了 我们建立新文件 新文件就在collection 这个文件也很简单 就一行文字在这儿 意思就是呢 我建立一个全局的 叫at at在CoffeeScript的意思就是this点 就是本地指针 这个地方是一个全局指针的 相当于全局的里边的一个mackcollection -mackcollection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mangodb 建立新的一个collection 叫做pictures 好存进去 那这个文件也就在这儿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执行这个程序了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回到我们的这个程序里边 是之前我们打开我们的调试器 打开调试器 好处就是说 如果我们出错了 我们也可能看得见 在马上就能看到这个错误信息 或者随时可以进入调试 点一下茄子 马上你看 它就告诉我浏览器 告诉我这个程序需要获得这个camera的permission 如果我允许的话 它就会让我用这个照相机来take picture 我们现在允许它 你们就看见我了 嘿 我正在给你们录制节目 哦 啊 这个是我的麦克风 要穿帮了 我们再往外挪一点 啊 穿帮了 OK 好 好 我们现在就这个picture还可以啊 我来一张啊 take picture 嗯 还比较满意的样子哈 好 啊 就use picture 好 然后呢 我们看啊 这个程序这执行完毕了 执行完毕了以后 我们来检查一下根据咱们的代码哈 咱们回来看咱们的代码 咱们代码说如果这个照相完毕的话 我们就把它填到这个my collection里面增加一条记录 我们来怎么看这个记录到底怎么还增加没增加呢 哎 我们刚才提到过那个robomango啊 就是robomango就是这个一个mangoDB的GUI 我用这个工具来检查一下 刚才咱们加入这条代码 insert这个object到底是不是加入进去了 打开看一下这localmangoDBmedia 这是我们这个数据库的名字 collections 诶 看picture 有一个picture的数据库 这个collection 为什么叫picture呢 还记得吗 在这 我把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picture 所以这个名字就在这 打开它看 双点一下 看看有什么记录 你看果然有一套记录 再看它的time 就是刚才这个时间啊 我的现在时间是1点21分 这是格林威治时间 我现在是晚上了 是美国西部时间是晚上 picture 这是一个串 大家看这dataimage 这是一个base64的这么一个串 那么我们下一步呢 就想看看这个串是怎么来的啊 怎么样来检查它 好 说回去 再回到咱们代码中 用浏览器的这个debug 我们看一下啊 demo.coffee 我们就设一个断点在这里啊 假如说这个返回点成功了 这个代码就在这儿 原来我们刚才的代码啊 我们把它就这段代码 我们现在浏览器里还可以打开它看 注意啊 coffee script代码也可以打开 很多人很奇怪 coffee script代码不是编译成javascript才可以执行吗 没错 但是我仍然可以在浏览器里面打开这个coffee 代码看到它的原代码 而且可以设断点啊 我们说在这儿 我仍然可以指的R 这个R值是什么 R就是这个串 也就是说刚才那个function啊 直接返回的这个照相的这个照片 实际上也是以这个string的方式 这个这个base64的string方式存起来的 那么当然了 我我只要是把它一存成这个数据库里边 它就可以仍然保持这个string状态 所以我继续执行 我们回来看数据库啊 这个时候应该有两条记录了 对不对 检查一下啊 检查一下 我们再refresh一下 果然两条记录 第二条是这个时间的记录 好 一切正常 到此为止都很正常 那么我们下面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刚才照照片能显示出来 这是我们马上要完成的工作 显示在哪 然后显示在这 因为我们可能会面临不止一张照片啊 所以我们这应该是个循环 对吧 我们有个循环说啊 如果有啊 有有一个数组吧 的照片 我们要把它一一的显示出来 那么在这个功能 我们在这个template里面是怎么实现的呢 是这样实现的 一个叫each copy过来 each pictures啊 picture还没有出现啊 等会我们要写这个picture怎么来的 对于每一个元素啊 来自于这个picture的里边的每个元素 我都把这一段嵌到里面去 嵌到里面去 然后呢 每一段的内容包括一个dev 然后里边有个image 里边有个pic 这个pic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我们嵌入的这个 这个pic啊 这个collection里面的pic也就是我们这个mangodb刚才看到的 这个pic 一回事啊 都是一回事 它会显示在这里面 src等于pic 注意啊 这个base64这个串可以直接用于src 就是这个image这个source里面去 可以显示出来 那么OK 还差什么呢 还差这个picture picture在哪被定义呢 我必须定义它 定义在哪 好 好我们现在来做这个picture 做picture呢 我们要用一个helper的概念啊 我们现在还还没有写这个helper 这个具体的东西 我们可能晚一些时间 我们在随后讲座中 给大家介绍清楚 为什么有template.hello helper是什么意思 包括这event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么写啊 这个我们随后的课程中会讲的更清楚一些 我就跳过去了 好我们先把picture等于定义成什么呢 定义成这个collection.find collection.find是典型的一个mangodb的查询语句 它从这个数据库里边collection里边查询 符合这个条件的所有的记录 然后呢把它按照时间倒序排列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picture在执行的时候 会被变成一个查询的结果 也就是说collection里边所有的记录都会都会查出来 放了一个数 其实不是数组了 是个cursor里边 一个cursor是什么 cursor应该叫光标 我想不起中文叫什么了 就叫cursor吧 放到里边来 然后在页面中被执行的时候会被一一的打开 然后每一条放在这里边 好的 我们现在试一下执行啊 有没有错 我还不知道 存一下 回到这边来看 很好很好 已经执行出来了 大家看啊 这是刚才我拍的两张照片 已经在这里头了 已经在这里了 然后如果我们分析它的代码结构呢 来inspect element 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div 另外一个div 为什么是两个呢 为什么是两个呢 你可能都想起来了吧 因为我这有一个each 也就是说这个pictures里边的一共有两个元素啊 我们照顾两张照片两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呢 都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div里边 其中呢 把这个双括号 双大括号里边的东西予以替换 一个是id替换 一个是picture替换 替换以后的结果 就是你看啊 这个id替换了以后 这个id等于这个东西才的id 那么src等于什么 就是等于这个 就是我们的一个打长串啊 就那个原来在写到数据库里的一个长串 同样的第二个也一样 第二个也是 打开这个div 你也看到是说 这第二张照片的什么什么东西 src 然后这照片也出来了 还不错吧 那么同样的我们看看这个移动端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果然也是啊 移动端也有啊 也是这个 也能看有的照片 显然这个太宽了啊 这个宽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OK 我们得要改这个啊 这个css 好 我们回到这代码中啊 一样不用重启啊 不用重启这个这个 我们的这个这些代码 就直接就改就行了 把它改成一个 就small image 宽度是350pixel 存一下 马上回来看 立刻就改了 瞧 350啊 如果还觉得宽 那么咱们就再改一下啊 改成250 马上就240了 不错吧 这就这个功能就算是完成了 注意啊 这个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实时多平台的啊 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咱们把我把这个把这个这个挪到这边来吧 我把咱们这个模拟器 哎 sorry 模拟器挪到这个同一个传口中 OK 把这个屏幕锁小一下 漏出来 不用不用不用调试了啊 我们现实是两个用户了啊 一个是在手机的用户 这个啊 是手机用户 一个是这个外部用户 我们在外部用户上来拍张照片的话 来证明手机用户可以立刻也同时得到这一张 好的 我们允许 嗯 沉思状 这样 哎不他就这样 好 嗯 沉思状 OK 我们用这张 注意看 马上 在手机端就得到了同步 也就是说 这种代码的同步是实时完成的 可是你们就问这怎么会实时完成的 我们的代码中啊 没有写任何跟色尾端的交互啊 注意啊 我这里所有都没有任何ajax call 去色尾端去取数据 完全没有 那他怎么做到的 我只是在本地数据库里边写了一条记录 然后做了个查询而已 哎 这些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meteor的魔术 这个magic 很多人说meteor太magic了 太多的魔术 这些魔术怎么解决呢 这些疑问怎么得到解决 为什么我们可以就用这么几行啊 16行代码 就能完成这样一个像instagram一样 这么一个相当完善的应用程序呢 这些谜底呢 我们在随后的课程中会一一给大家解开 好的 我们demo就到这了 你们是不是也跟着我做了一下 如果你做完了以后呢 我想你的这个心中的疑点应该也是比较多的 不着急 我们随后的课程会一一展开 一旦你习惯这种方式 发现meteor是如此美妙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恐怕再离不开它了 好的 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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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